我的第一份体验是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 如何可以多方发力提升我们国家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我注意到今年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模式已经从文化交流向文化交易转变 我国现在虽然在文化贸易上有过千亿美元的交易 但也存在文化产品含金量不够 文化服务占比少等的现状 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加强政策引导和鼓励 打造具有鲜明的中国色彩 具有国际传播力的文化大IP 用国际化的营销模式推进推广 另外可以创新新机制 打减版权输出公共服务平台 提升文化服务贸易 同时可以加强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 用数字技术 助力中国文化走散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